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看人家网大是怎么做到续作 口碑不降反声的 说 这个主角范大明白 携手几个禁欲系兄弟 在白事儿这一行业深耕多年是颇有见数 业务覆盖面之广 甚至都能和国际接轨 这小英格类是可以say是贼拉的professional了 只可惜没弄到人家心坎里 想拍马后圈却拍到了马前槽 不过人家客户也是真敞亮 你误会我了无所谓 大家都是好兄贵 好兄弟 干殡葬这一行 多少都得面临点大众的不理解 甚至有时候连亲人都会背后讲究你 范大明白自然也是无法避免 我爸说了 你爸干啥不行 范大 瞎说啥呢 孩子的话不能信 我爸说了 你爸天天穿的人模狗样 爸什么说道话了 孩子的话确实不能信 我爸说你爸不像男人 我爸说你爸不是个东西 我爸能开公司 你爸能干啥 我爸能把你爸送走 但其实范大明白不在乎这个 他一心想干好自己的殡葬事业 坚信事业不分贵贱 无论黑白只要心中有爱哪里都是祭台 鲜花盛开蝴蝶自来 我若精彩老天们自有安排 果然呐 就在这一天 一个超级大馅饼连汤带汁冒着热气 就砸到了范大明白的脸上 咋回事呢 范大明白曾经的同行对手赵大明白 给他们介绍了一个300万的大单 对 跟上一季一样又来了一个百万大单 那么赵大明白为啥有钱不自己赚呢 他给出的理由是 首先自己往后就不准备再干这一行了 其次范大明白是圈里唯一接过上百万大单的人 交给他自己也比较放心 说吧 赵大明白潇洒离去 也没提这个葬礼到底是给谁办的 范大明白赶紧就冲出门想要把人给叫停 这一叫啊 停的不仅是肉体啊 还有心脏啊 合同啊 咱们明小心 做人了 做人了 你上来吧 挤一挤吧 有点地方 对 赵大明白被救护车给创了 你出租车上街拉伙很常见 你救护车自己开发客户那真是难得呀 赵大明白陷入了昏迷 不知道啥时候能醒 范大明白就变成了范大蒙登 葬礼 时间 地点 人物 各种关键的信息全都两眼一门黑 这咋整呢 哎 无所谓 先仇备起来就完事了 三百万大单的消息一传开 刹那间就在白色江湖上掀起了血雨腥风啊 羡慕的羡慕 眼红的眼红 非常多的人都想进来参和一酒 想跟我们团队合作呀 那当然可以呀 那你先报个价吧 九万 时装走秀公司啊 哎呦 那我们合作不了啊 兽医啊 那行 请问你们的质量咋样啊 唱 做大喜的 那倒是能合作 不过你们这个招牌赛是啥呀 干扫小街 我们现在真没时间接活啊 你这样 你们老爷子现在身体 什么情况啊 胡来 想要跟范大明被合作的 也不乏各路知名人士 比如江湖人称摇滚教母 红白喜事专用 坤胡接不着红事板 坤胡完毕的二手乐际乐队 不管起都没有 这活儿必须是我们的 现在啊 反正整宿整宿的结果 那白事儿唱一宿 挺吓人的 还有之前给他们录过祝福视频 还当中间人疯狂转插架的相声演员思悦 这是六十个艺人名单 都能录这个白活视频的 五万一个人六 你给我两百八 剩的二十我刷脸 不是丧事 这咋零我们还得办呢 哎 这不给你留二十了吧 孙老师 那个主要现在这个项目啊 还没启动呢 时间呢 地点呢 人物 都没定下来 不是 什么都没定 孙老师 这车你还定不定啊 他们不定我怎么定啊 虽然 但是 老丈人对范娜明媚的白事事业 多少还是带一点偏见 结果被一个开明爽朗的吕大爷给对了 那意思就是呢 你老封建 老顽固 不懂殡葬业的价值 俩老头呢是越说越来劲 越说越上火呀 正好他俩在泡澡那来吧 用真男人的方式决斗吧 另一头赵大明媚终于醒了 但是他不急着露葬礼相关的事宜 反而是想先让范大明媚帮自己照顾两天儿子 他的这个儿子可老那了 过往没少用活皮筋砸范大明媚店里的剥裂 但是人家孩子对自己亲爹那确实吼 我担心你 我你有啥不放心呢 他们就也都在这呢 我是你爸爸 他们也是你的小老弟 哎 你这说谎了哈 哎啥 而且赵大明媚还带来了一个 能让人听完肾上腺素直接从睫毛里边资助去的惊天喜讯 现在三百万的葬礼正式升级为五百万了 五百万的葬礼 你们想想 那从上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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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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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就他吧 太严重 好好好 别人是命里缺水缺金 人赵大明媚可得好命里缺救护车 赵大明媚这一回又被救护车给硬控了 再次陷入了昏迷 范大明媚只好一边草备五百万的葬礼 一边帮他带孩子 五百万呢 有钱能不能是鬼推磨不好说 但绝对足以让活人疯狂 说相声的要为葬礼开专场 玩乐队的要为葬礼写新歌 连书法家都干成特级演员的活儿了 死气白咧的非要从房顶往下跳 剧情发展既然已经荒诞到这种程度了 其实我相信大伙肯定心里边也有数了 谁家正常伴葬礼需要花五百万这么多呀 事出反常必有妖 这个五百万的背后肯定和商业不一样 藏着一个大的反准 我也就不准备卖关子了 直接给大伙揭秘 其实事情的真相是赵大明妹已经身患绝症 命不久矣 临死之前想要把孩子托付给范大明妹 那个趁着范大明妹喝多的时候签的 所谓的葬礼合同 其实是他儿子的领养协议 找各种借口让范大明妹带孩子 无非也就是希望他能跟自己的儿子 多多接触产生感情 这个五百万里有三百万是赵大明妹 他爹妈留下的遗产 二百万是前妻给孩子的钱 那么问题就又来了 既然孩子的亲妈还在 为啥还要找领养呢? 其实是因为早年间赵大明妹赌钱 夫妻俩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 赵大明妹一直骗孩子说妈妈死了 而赵大明妹前妻的组建了新的家庭以后 并没有对现任的丈夫坦白乐乐的存在 所以一时半会儿也没法把孩子给领回家 只能先拿钱弥补 让赵大明妹找一个好人帮忙养着 其实这个剧情设定啊 我脚是有点bug不吐不快啊 前妻掏两百万给赵大明妹找领养 这就是开始赖悬了 首先夫妻离婚是因为赵大明妹赌钱 那我要是前妻你打死我 我都不会再给他一毛钱 别跟我说啥浪子回头金不换 我说赌狗改不了吃粪蛋 其次就是假如说啊 我都有背着现任的丈夫花出两百万 而且不被发现的反侦查能力了 那我感觉我偷摸把这个孩子养了 也不是啥男事儿吧 更何况都有这个财力了 有个孩子的事儿还用瞒着现任吗? 电影最后的结局是 范大明妹答应了会照顾乐乐 毕竟其实他们几个对乐乐呢真的很好 乐乐在外边受了欺负他们二话不说就要帮忙出头 尽管面对的事 赵大明妹珍惜人生的最后时光陪着儿子 一起创造了非常多的幸福的回忆 不带遗憾的结束了这一生 而他儿子也是非常的坚强懂事儿 在赵大明妹的墓碑前突然飞来了一只布骨鸟 之前儿子曾经说自己没见过布骨鸟 也许这就是赵大明妹为他儿子所做的最后一件事 我爸说要是有一天他不在我身边了 我听见布骨鸟叫 那就是他在想我 这是赵大明妹脸上也挺长的 说话的话你们也信 不不不不 我补充的冷知识啊 布骨鸟啊听说是有这个毛病 把自个儿生着蛋的放在别人的窝里去养见 东北告别天团第二部豆瓣评分是6.4 作为国产喜剧片尤其还是一个网大 在当下这个豆瓣评分体系里边6.4是真不低了 回想五一的时候我吐槽火锅都被好顿买的 人家说电影好我坏 现在火锅评分是4.9 那这么一对比 我说东北告别天团二好看它不算过分吧 整体来说呢这部片子的笑点很密集 也没有啥烂梗 节奏流畅紧凑 剧情谈不上特别精彩 但是作为网大 这个叙事能力也是妥妥是极客线以上的水平了 观众从头看到尾有能笑出来的地方 也有能被打动的泪点 煽情的部分不算生硬 小男孩有个好朋友后来也是绝症死了 那段给我看的就挺难受 还有后边小孩在葬礼上故作坚强也是非常的扎心了 那最硬的地方还得说是结尾的大转折 李宗行饰演的医生呢 往家一坐就开始直接靠嘴说真相 那真是硬往观众脑子里边观知识 完了我看有不少的观众搅着 这个片子跟这个人生大事的剧情有一些相似 比如小孩家殡葬店的组合呀 以及一开始说孩子没有妈 但其实妈还活着之类的 确实在部分的设定上有点像 但是东北《告别天团2》肯定是更随便的 偏向于《无厘头》的气质更多 设定有相似 但是主旨虚实风格还是有着很明显的区别的 那第二部呢 依然是崔之家自编自导自演的 所以就延续了第一部的风格特色 比如说《疯狂致敬》 像开头他们搁几个在医院里边 提纸团的镜头呢 其实就是致敬杜气风的枪火 还有赵大明没领着儿子玩的那一段 也是颇有橘色狼的夏天的味道 也都请过来溜了一遍 像孙月啊梁龙啥的 当然也新增了很多熟面孔 比如百桥李宗恒该溜的 这个配置放在网大里边喜剧浓度呢 真是低不到哪去 这些年东北网大在视频平台的势头非常猛 说多优秀可能不至于 但是无聊的时候打开电视看一看 哈哈一笑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 绝对是不亏的水平 而显然《东北告别天团2》 还是一部在这个水平之上的作品 行吧那这期先到这了 我是六老师 咱们下期见